记者会现场年度大会歌曲 南岛的故乡也亮相 整首歌表现出愿意为部落奉献的精神 园民舞者们的整体动作 融入牵手展现出部落的团结以及热情 并以轻快的风格俐落的舞步 邀请大家一起用舞蹈镇扬部落的美好 也邀请大家一起回到南岛的故乡 这次我们特别来到桃园来邀请我们所有全国的乡亲家人 以及邀请我们赵市长也是花莲县的荣誉学民来到桃园来为大家服务 所以欢迎我们赵市长带着我们桃园的家人 尤其到花莲来参加一年一度的盛大的联合奉献节 在7月21-2223 尤其是花莲市南岛旅住的故乡 我们从109 年开始邀请 之前邀请我们的夏威夷 在109 年邀请我们的脸西来毛利人 那今年特别邀请我们大西地 明年会邀请马达加新家 所以我们就希望邀请所有南岛与西的族人 在我们联合风年节回到花莲来过年 回到花莲自己的家自己的根 那我们今天来这边开记者会 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孤儿活沙 保密原住民光年节 以及原住民文化等 我们在这几年 我们推动的是花莲走向国际 世界走进花莲 而这也是我们在发展到 南岛与西的互相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 当然之前我们邀请了夏威夷 还有这个毛利人 有西来毛利人 那今天邀请了马达加 来我们的大西地 未来我们会更邀请国际党 还有我们的马达加新家 期待大家一起来互相申请 一起走进花莲 市长张善政也亲自到现场一同站台 并表示桃园原民人口仅次于花莲 跟花莲一样是台湾应以为傲的 多元族群融合现实 花莲跟桃园在原住民这区块 链接非常非常的深 桃园有超过八万人的原住民 乡亲朋友 其中很多很多是来自于花莲 花莲是南岛的故乡 我们希望这次花莲到桃园来 宣传这个联合丰联节 能够不只是把花莲来桃园的原住民 吸引回乡去享受这个原住民的重要时节 也把所有桃园的其他族群的原住民 还有我们其他不是原住民的朋友 都吸引到花莲去去体会一下刚才我们现场讲的说 一个非常不只有南岛特色 而且是有国际特色的一个风年的时节 我相信我们所有桃园的朋友到花莲去会不需此行 一定会深深体会到花莲南岛的风味 花莲新政府表示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是全国最具特色的乐舞节庆 展现阿美族布农族泰鲁格族格马兰族 萨奇莱雅族等乐舞呈现原住民族的生活 以及记忆文化情境 邀请桃园市新北市和台东县不同族群优质团体演出 汇入多元文化思维 借此培育更多原住民族乐舞人才 记者东云飞桃园采访报道